歡迎收看美國之音十一月十一號的時事 大家談 我是凡東寧 從美國首都華盛頓為您現場直播 近來常有人說 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情 連寫小說的都寫不出來 那麼中國目前的種種亂象 是否比小說更加荒誕 我們要如何看待 中國這個民族的苦難 與中國作家的良心呢 今天我們節目很高興 為您邀請到知名的華人作家 電影編劇 顏歌玲女士 來做客時事大家談 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通過美國之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和我們的嘉賓互動 稍後在節目當中我也會請顏歌玲女士 選擇幾位網友的提問來進行回應 曾經和張藝謀 陳凱歌 馮小剛 李安等國際知名的導演合作 創作出《精靈十三差》 梅蘭芳 芳華 《少女小魚》等多部得獎作品的 美籍華裔作家 同時也是好萊塢的電影編劇 顏歌玲 她因為在2020年3月發表了一篇 批評中共當局隱瞞新冠疫情真相的文章 聲援李文亮醫生與武漢日記的作者方方 並且在今年2月 因為對徐州八孩母親所戀女的事件 感到非常痛心 對中共的領導人表達出憤怒 作者他的作品遭到了中共審查機制的封殺 而顏歌玲這個名字 也在中國的互聯網上 突然被列為了敏感詞 究竟是什麼讓顏歌玲從中國電影界頂層 一位眾人追捧的座上賓 變成了一人對抗一國的坦克人 在不斷地隱瞞真相 極端的言論控制與人為的被迫失憶之下 中國的現實是否已經比小說變得更加荒誕了呢 今天我們在節目中很高興為您 邀請到顏歌玲女士來到我們的這個 時事大家談節目來現身說法 顏歌玲女士非常歡迎您 好的首先歡迎您跟我們的聽眾觀眾朋友們 也可以打個招呼 聽眾觀眾們大家好 好的那首先顏歌玲女士想先請你談談 剛提到中共當局究竟是怎麼樣針對 您的作品和您本人來進行封殺和威脅 張藝謀導演用您的這個長篇小說 陸泛煙石作為一個靈感創作的電影一秒鐘 在國內和國外上映的時候都刪除了您的名字 您也為此發表了公開信來捍衛自己的這個貢獻署名權 您在這個公開信中特別強調身為一名作家 您有責任說真話 很多網友其實還不太理解您的這個抉擇 跟我們談談為什麼這件事情對您來說這麼的重要呢 格玲 其實說真話我覺得這有兩種層次 一個是藝術的真實 一個是這個現實的真實 當然藝術家是像我們這樣的小說家對吧 是選擇這個藝術的真實 那麼我在說就是在中華民族再一次面臨這樣 巨大的苦難也就我就意思就是說 這次疫情從武漢開始 我一直非常非常密切地在關注 我覺得我們這個民族實在太苦難了 如果他們的苦難都不能讓我們言說的話 都不能讓我們說出來的話 作為一個作家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恥辱 而且我覺得我如果不說 我其實知道會什麼會發生 我知道我說什麼會發生 但是我跟我先生說了 我說你覺得我這樣一按鍵鈕 它全出去了的話 你覺得我的生活會發生非常大的改變 可能一切都會完全不可逆地改變了 他說吧 然後我就發了 所以其實我是全都明白 我如果我會遭遭成是甚麼樣的後果 我都想到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不寫的話 到我將來很老的時候 我会非常后悔 我会自己感到非常的难为情 好的 您知道这个可能的后果 但还是选择说了真话 但现在实际上就是您的名字 严格零三个字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变成了一个敏感词 您的这个新的书 可能没有办法上架 您的电影的这个活动告停了 现在最面前的就是这个 隐隐的这个小说 陆番烟石作为灵感创作的 这个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一秒钟呢 现在在上映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把你的名字放上去 您在这个德国也进行了 一连串的这个反抗的活动吧 现在被形容为是 很多这个笔会组织形容 您是以艺人之力 来抵抗一国的这个坦克人啊 您现在这些抗议的行动 如果还没有办法得到 回应的话 您有没有考虑 要把它升级为一个 所谓的抵制 或是示威的活动呢 严格零 我觉得这还不是 作家的一个抵抗的形式吧 作家的抵抗 我认为就是写更好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作品里 用艺术这个形式来揭示更多的真相 或者是 这个 还原更多的真相 或者是记忆住更多的真相 我觉得不是抵抗 我不是民运分子 我也不是这种搞运动的人 就搞政治运动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的形式 只能是以作品来 以我的小说形式 以我的电影来继续的进行抵抗 那么其实是我是有一些行为的 因为让律师我们在全世界 雇了有三个律师 给不同的电影节写信 给很多的电影发行公司写信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国外 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是一个调整的行为 对吧 如果我这个电影在中国放呢 我非常理解就是导演的付出 投资人的投资 我认为他们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回报 那么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因为我的这种 不要说我了 更多的人都可以被消息掉 都可以被抹杀掉 我没有什么抗议的 那么主要是在国外 那么你总不能让一个电影 去犯法的去被发行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而且我是一个 这本小说是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本书 我说过如果 一辈子只写一本书的话 那么就是无犯言识 如果这本书都可以被调窃 把我的精神产权和知识产权 给抹杀掉的话 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理 太不顾目到了 在国外这样 这么尊重人权和知识产权的 这种土地上 是不应该发生的 所以这是我喜欢的 主要的方向 另外连歌女女士 刚才前面我也介绍过 您过去是经常和 这些国际知名的导演合作的 包括张艺谋 陈凯歌 还有这个冯小刚 和这个李安等等 可以说是这个中国电影界 形容您是这个 中国电影界顶层 这个做上宾 等于是当红的一位 编剧作家 但现在因为您 就是在这个二零二零年三月 写了这一篇批评中共当局隐瞒 新冠疫情真相的这篇文章 借唐满三字满满满 来声援这个李文亮医师和 写武汉日记的这个方方 结果现在刚刚我提到说 您的名字都变敏感词 您的新作没办法上架 连电影在国内国外 都把你的这个贡献署名权给侵权了 好像很多人形容说是从当红作家 被打成了黑五类您自己怎么看自己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是不是这篇文章是你的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我是很坦荡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比我现在这个行为 就是更加的符合我的性格的 如果说 我如果能憋得住 我已经憋住了 我是憋不住呀 那么我就只能这样做 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式 所以我别无选择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篇这个批评中共当局隐瞒疫情真相的这个戒唐晚三自满满满 其实在今年二月 您还有一篇也是这个引发很大触动的文章 是因为这个徐州八孩母亲锁链女事件写下的母亲啊母亲 那么在这个事件的发生之际呢 被发酵之际呢 您和周孝正教授在联心的时候 可能因为这个对这件事情太气愤了 您跟着他脱口说出了这个习近平是人贩子这样的话 想请您还原一下当时 因为这句话可能对您后来的一些这个被封杀或是威胁的是有原因的 您还原当时是究竟是什么去引燃了您当下的愤怒 写下了这篇母亲啊母亲文章和说出习近平是人贩子这样的话呢 严格林女士 我觉得铁链女那件事情是足够足够点燃所有人情心里的愤怒 所有的作家心里的愤怒吧 怎么还会在这样的一个21世纪的某个房子里面居然会用锁链锁住一个母亲 我觉得这是简直是这个历史倒退了2000年 我觉得太太可怕了太太魔幻了 所以那么当时就讲到这个中国现在孤儿院让要要这个外国人去领的话 每个人要要要要花什么要花什么四五万块钱五六万块美金去领个孩子 我觉得这不也是卖孩子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震惊 因为我的女儿就是被领养的 当时我们也只是给孤儿院捐献了3000块美金 那么现在怎么长到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脱口而出就说出人贩子这个词了 那么难道这样的一个很不羞耻的政策 这个一个国家的领导不知道吗 还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怎么可以认下面的人去胡作非为到这个地步 那中国的名声还要吗 中华民族就成了一帮贪财贪得无厌的人 拿小孤儿去卖钱吗 不过我就觉得当时就大概是被这样的一个情绪给吹上去了 话敢话吧也是 颜柯林您是刚形容这个锁链女 其实这个画面我们大家都看得非常多了 您用这个魔幻这两个字来形容 其实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 您是小说家很多人现在认为说现在的中国其实不需要再写小说了 您只要用心的把这些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像锁链女这样子 二十一世纪像您刚刚讲还看到 虽然有人把他用铁链拴在他脖子上 这种乱象真实的记录下来 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部小说所描写 没有必要再加上任何吸引力来吸引想象力来吸引读者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真的也是 我想到这个加拿大籍的一位也是华文作家 是在香港的一位作家陈冠中先生 他曾经说过在盛世中国做一位小说家 其实你不能享受这种盛世的幸福感 因为中国的现实比虚构还要更荒诞 想请您谈谈小说和现实的中国之间 这样的又荒诞的情况 是的 尤其是最近 因为荒诞的事越来越多 我看到一个三岁的孩子 他的一生就是三年的疫情 所以他不知道不被捅鼻子的这种日子是什么样子 因为觉得心里好酸 难过得不了 然后他就这么死掉了 然后这样的东西就凄惨到这种地步 都没办法接受 也没有办法直接地写出来 如果你不发现他当中的这种荒诞 这种observity的话 你直接来写 我觉得他都不是文学了 对吧 那就变成了一种直面的控诉了 当然了 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讲 我要等很多东西沉淀了以后 非常非常长时间的来消化和让这样的资料在我内心慢慢的发酵 然后再变成了产生了一种由水到酒的这种质变 我才能够去创作 需要一点沉淀 但其实您刚刚提到现在很多的这个荒诞剧光怪陆离 一出又一出惊心动魄的 还有最近有一出也被认为是一个荒诞剧 就是在也是跟之前我们谈到这个疫情隐瞒真相有关 就是最近河南 郑州相信你也看到那画面了 这个富士康的大逃亡 那个震撼的影像这么多人在这原野上 背着这些行李 然后还有很多人提供他们水和饮食 其实也是蛮感人的 这个影像被认为是好像逢想当党也当年的这个一九四二的 一个在真实中国生活上的上演 也被称为是中国极端政治正确 疫情清零之下的又一出极其荒诞的悲剧 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真的是一出接一出 好像是连这个一九八四都难以比你的极权 连卡夫卡都难以想象的荒诞 您这些会不会成为您下一部这个写作的题材呢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 他都没有去测量过每一层执行的人会加入 就是把自己那个人性当中的恶再添加进去 一直添加到底层的时候 底层人要是忍受的是从一个有误差的政策 被执行到最下面的时候已经是非人的政策了 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不把人性的这种弱点 这种缺陷计算进去呢 所以我就这两年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不知道因为看到这些 我也无法帮助他们 我也没有看到他们那么无助 我经常在网上看 看完以后就就为他们流泪 是的 非常非常难过 嗯 其实这个北举一旦的重演 它背后也是有深层的原因 其实在您的这个创作 在您小说当中 其实也有触及这些 我们回到您刚才 您说您自己很很希望注重的 大家关注的这部作品 《路犯淹石》 这是这个张艺谋改编的电影《归来》当中 其实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触动人心的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这个断裂的记忆和遗忘这件事情 而您在批评中共隐瞒真相的那篇文章当中 就是那个唐婉的《满满满》 你也特别提到了人为的失忆和被迫失忆 是中国这个民族之所以苦难的原因 我想请严格林女士谈一谈 您在这个创作和这个批判的时候 为什么都会去特别强调这种记忆上的断裂呢 我觉得一代一代记住前人的和自己这一代发生的不幸 是避免不幸再发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我觉得中华民族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因为我觉得让他繁衍生息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好像都是一条一条的缝隙 然后呢很快就战乱又开始了 饥荒又开始了 所以他好像来不及反省 而且根据弗洛伊德的那种 人对创伤性记忆的一种保护机制吧 就是就叫defense system 对吧 就是他会为了人的健康的成长 他会把不愉快的 很羞耻的或者什么东西压到这种subconscious里面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中华民族 有更比其他民族更强大的这种 保护机制 保护机制 那么就是这个本身如果是我们的一种特点的话 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政府就更加的把 比如说很多东西在我们搞创作的时候 这个不让提了 这个不让说了 然后什么又用一种很巧妙的文字的这种替换 比如说文革变成了伟大的探索了 我觉得这些都 艰辛探索 对民族历史在犯罪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为什么犹太民族能够那么坚强 那么卓越 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忘记自己被受屈辱 被驱赶 被迫害 被残杀的这些历史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有机会就要讲的 那我们反而是 不管是自己人给自己人的残害 还是外族的自己的残害 都是好像就是很快就把它 有的是记忆的就是有的是用一种非常非常夸张的荒唐的那种 比如说抗日战争的那种那种那种简直是滑稽戏样的那种抗战 那么有的呢就是根本就不让提了 文革这么多 这不是我们人性当时给了它一个极致的环境的舞台 它去大表演的 人性的那个大展现的一个最好来检验自己的民族的根性的一个好机会吗 为什么就我觉得这是真的是 当然是一个伟大人物做出的这种错误的一种决定 所以把一个民族放到这样的一个自相残杀 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舞台上的 严格林女士您谈到了中华民族的这个苦难 还有这个民族的根性 还有跟这个刚才和德国的历史和 犹太人的民族性也做了一个比较 我想继续扣问一下 因为您在这个借唐婉三字满满满这篇文章的最后 您特别引用了杜牧的俄房功夫里面提出 中国民族苦难您认为是这个所谓来自于不暇自哀 哀而不见 我想扣问的是您认为这种所谓中国民族 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既性好旺性坏 它究竟是像您刚刚讲是一个民族的根性 是我们这个心理保护的一种极致使然 还是更多的更多的是这个当局所谓中共 欺上瞒下控制言论 强迫失忆以及清洗历史的一种罪恶呢 后者当然也是有就发生了更加的明显 那么前者你说杜牧那个时候 他去讲这个情人不暇自哀 对吧 那个已经是多少年了 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不暇自哀忙什么呀 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 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稀里糊涂和解 跟什么都可以稀里糊涂和解 跟自己跟什么都是 我觉得这个中华民族这一点也是可爱的 但是也是非常可恨和讨鲜的 好的 我们在我们接近我们这个推特上的网友 和我们在YouTube直备要天使 给您提出的问题之前 我在最后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看现在中共一党专制 这个前置言论的自由 好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有人形容是是不是退回了像清朝的那种文字语 或是甚至是秦始皇时期 我举一个最新的例子 跟您的这个严格林三个字被搜索不到 也很类似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广告 最近旗下的别克 他在中国发布了一款新车 他宣传的重点是 这个椅子很舒服 这是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子 结果这样的广告词被认为是有政治隐喻 影射 现在这个当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坐上的龙椅 就到点而不下车 那么目前传出了别克这个广告 在中国是被全网封杀下架 别克代理商在上海 这个博览会的宣传活动也全部被取消 而且我们已经有网友去试过了 现在这个广告词 这个椅子的广告词 在中国的网上是变成敏感词 是搜不到的 你怎么看这个最新的例子 和中国的控制言论呢 那你不可怜这样的一个人吗 内心虚弱到这个地步 就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对吧 已经没有办法再评说什么了 这简直就是一桩笑话 所以我觉得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怎么可能是会这样呢 或者就是大家这样帮他去做呢 也就是使他不断地虚弱 这个就是很可悲很可憐 很可怜很可怜 也很可笑很可笑 好的 我们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前呢 已经有一些这个网友们啊 关注你的网友们 在推特上留了一些言 我这边念一位Winston 他说 严格林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他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 中国的现代史 虽然他很久之前就移民美国 但他的作品不断地 被中国拍成电视剧 他这边电影和电视剧 他这边提了天玉 芳华 《精灵十三差》 归来 和还有一部是 你迟到了很多年 他说这些在大陆今年上映的影视剧 都是严格林女士小说所拍摄的 他问说难道现在这些剧电影 都要进播吗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位 关注您的网友们的评论 我现在对这个 静波和静演的这个情况 都不是不了解的 因为我前面还有很多作品要写 还有一些剧本要创作 这都是将来要我自己 去很可能自己投资 自己想办法去做的 因为我在疫情期间 已经写了三部长篇小说了 那么三部长篇小说都不能出版 对吧 那么总是要想办法让他问世 那我现在正在筹建一个自己的出版公司 然后我希望在海外的这些中国读者 他们能够继续读到我的书吧 然后这就是就是我在不了解大陆那边的就是风静的情况下 我自己想做的想想为未来做的一些事 好的我们还有这个网友们是现在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这个 我们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也留了很多言 我念几个让严格林女士听听看 要选择新的可以回应这些网友 蓝花花这位网友 她刚才跟我们说 严女士的作品是很有时代特征的 记得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一部电影 叫做天玉 成就了李小璐 也给导演陈冲带来了荣誉 那么故事的背景 她还帮我们回忆了一下 是以成都这个女之亲的这个悲剧收场 只是这一部在国际上很有艺术水平的作品 始终没能在中国上映她觉得很遗憾 还有一位网友自由人 她刚留言说 作家如果都不说的话 谁还能知道真相 苦难的中共国人要展示给世人 假象的展示 多年了真的世人见不到 这是这位网友自由人的感叹 严格林女士 回应一下我们这个网友们 刚刚在节目进行当中给您的一些提问或评论 这个他们没什么提问 他们说的都很好 我觉得那个就不再多说了吧 好吧 好 还有一位这个余次郎 我再念一下 因为今天这个还蛮踊跃的 我们也让有一个机会 让严格林女士跟我们的这个网友们 在国内的也可以直接的互动 网友余次郎她说 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和五十年前的中国人相比呢 只能说是半斤八两 中国人空转了两代人的时间 完全没进展 五十年前他们要打土豪 分田地 五十年后他们要抓富人 共同富裕 强盗的本质完全没有改变 还有一位这个虎虎神威 她帮您稍微分析一下你的情 你的情况 她说这个疫情初期呢 严格林女士声援李文亮医生和方方 中共没有找她的麻烦 那个时候是非常时期 难免说几句过头话 但她认为说是这个 徐州八孩母亲锁链女事件当中呢 中共可能就认为 严女士您有点管中亏报 纯粹是苛责求全 吹毛求疵了 您怎么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 她的解读和想法 那么如果我不是吹毛求疵的话 那就是说 如果说那个徐州的 那个铁链上的母亲 是一个扮演的 那我就觉得我就吹毛求疵了 如果她是真实的话 谁还能硬下心肠说 我吹毛求疵呢 还有一位网友随遇而安 其实今天我念的一些网友 当然有些没有提问 但是也是对您的一些表达看法 这位随遇而安这位网友 她说如今的中国社会 人和人最大的差别 就是人性和受性 她表达支持严格林女士 这是这位网友随遇而安 那我想综合刚才一些网友 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 稍后还有机会再继续的 请您选择信来做一些回应 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期间当中 继续利用我们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和严格林女士发表您的提问 或是发表您的对她的观点 那么最后我想在上半场结束之前 请问您的是 刚才我们谈了这么多中国的一些乱象 和荒谬的情况 然后您现在在中国 也因为曾经写过这些文章 被严格林女士是新来新的作品 没有办法在中国的这个推出 然后电影的这个项目 也稍微告停了 有没有想过说 接下来其实您的创作 反而是跳出了这个中国言论前置 老龙之后 其实您的这个局面是更开阔 更豁然开朗的 您的写作题材可能就不受限了 没有任何的限制 有没有想过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目前当下中国乱象的题材 会不会成为您下一步 思考创作 或是过去想写的题材 但没有机会写的 现在是不是也会继续来 针对中国的线上来做一些 您说用写作来反抗 想听听看 您的写 我写的刚刚完成的这个长征小说 就是写一胎政策的 跟一胎政策有关的 好的 那我们稍后呢 也请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们 继续发表你们的看法 那我们也会请严格林女士 继续地留在我们的线上 不过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我们想继续请严格林女士 谈谈她自身的一些经历 还有她在一个比较 具代表性的作品当中 有哪些深刻的时代寓意 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访问严格林女士 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 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VOA Plus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次就是我们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 我是樊东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知名的美籍华人作家 好莱坞的电影编剧 严格林女士和观众朋友们来分享 她传奇的人生经历 是如何成为她创作的灵感 还有她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中 有哪些超越时代的深刻寓意 可以给我们现今的中国带来一些反思的 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 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和严格林女士来进行互动 稍后在节目进行当中 我也会请严格林女士来回应网友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 好的 我们知道这个严格林女士 她所创作的小说 曾经多次为中国的电影界缔造传奇 而她自己本身也有着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 她是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 12岁进入了文工团 成为了一名舞者 后来主动请英到中越战争的前线 担任战地记者 1989年留学美国 嫁给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 目前她和先生和女儿定居在德国 那么我们知道严格林女士 她一路走来比根不错 她的作品深刻地描绘出了 中国时代巨轮下的轨迹 并从中反映出她自身的经历 和一些超越时代的人性和感情 回首芳华 烟世来时路 严格林在人生关键时刻 似乎总是做出了与别不同的抉择 她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是否现在又碰上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 在她的部分作品当中 一些涉及的文革历史 是否有可能会在真实的中国再次上演呢 今天我们时代谈节目的下半场呢 继续请这个美籍华人作家 好莱坞的编剧严格林女士 和我们分享她的人生经历 还有她作品当中一些比较深刻的 这个寓意和我们分享 首先我想先请严格林女士 跟我们谈一下您的这个个人的经历 我们知道这非常的独特 甚至有些人说 严格林女士的故事 可能比她所创作 我们刚提到这些小说和电影 更加的动人 跟我们谈谈您的个人经历 还有这些个人经历当中 有哪些细节成为了您创作上的灵感 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从小当兵的情节是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很多作品里 都能够看得到 比如说芳华呀 灰舞鞋呀 这些 这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呀 这些都能够看得到 这个我生活经历的这些影子吧 那么从一个小孩那样的一个小女兵 很快就变成了西藏的巡回演出路上的一个 这么一个文艺战士 然后其实这个这么早的进入了 就是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这个人文 这个山川 比如说像西藏那样的大山大川 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和森林其中的一些景色 那么肯定就是很快就打开了我的这种小女孩的一种心怀 所以经常有人说 你跟张爱玲 我说我跟张爱玲 最不像的就是 我没有写过小女人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概是可以说 有一些自我品质 非常接近我的个人经历的 比如说 会舞鞋呀 悄悄话呀 痴性的草地呀 这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些是绝对是不解 跟我的经历完全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小姨波贺呀 对吧 像鹿发烟石啊 对吧 这样的作品 鹿发烟石里面有一些 当然是写到家庭的那种 是跟我的个人的 自己的家庭 以你的爷爷做一个原型 对 那是有很多是我们家里的家族的老亲戚们 告诉我 那是很接近的 那么很多作品 比如写赌城 对吧 叫马格士座城 写赌徒们 那就跟我 简直就是两个星球上的生物吧 我肯定是 对吧 对这种人绝对不认同的 那也绝对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 其实只要让我感到非常地好奇 我就会去钻研它 然后我也就会去学着去赌博 对吧 那么就是说逐渐逐渐我就能够站在这些 我完全不理解 也完全不能认同的人的这个鞋里面 就是这样吧 所以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 所以就是自己的经历呢 就也写 就是别人的经历 我就要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 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我的一个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部分的话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它正好能够激起我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感到它的一种审美价值 是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很多有别人的故事 其实也有您自己的故事反映出您自身的年轻的也好 后来的一些经历也好 其实我读的时候 我读您的经历有一段就是可能因为文革时期是一个现在一般作家比较年轻的时期 那年轻的事情很容易会成为您写作的一个一个灵源的灵感的泉源来源吧 有一段讲到您当时在这个初恋的时候被这个陷害 那时候告发了那种气氛 其实也是自身的经历 您在很多的这个创作当中可能都部分触及了这些 您年少时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在文革时期的一些比较不好的回忆 可以跟我们再多谈一些这个部分吗 后来我发现还是我对这个人还是有一点误解 后来他就因为很多年以后就像疫情当中 大家也开始战友之间恢复了一些这个聊天啊什么的 然后就发现他还他好像有点被我冤枉了 没有怎么就是告发不是他告的了 那你在其他一些您的作品当中 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折射出当时这个文革的一个情景 其实都给大家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和触动 想请问您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 您所触及的这些当时民族上的一些历史的比较阴暗面 您去观察和回忆的视角 您认为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和其他人的这个观察 文革的或是其他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些视角或是比法有哪些不同呢 跟我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告发也不是单单是文革当中的 告发就从大概从这个很早就开始 大概延安整风就开始了 大概在这个红军肃清这个叫AV船的时候就开始了 对吧 就是说这个告发一直是没停止过 到今天这个告发好像又进入一个告发大时代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性当中最丑最丑的东西就是盼卖 对吧 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有正面价值的品格和行为 我觉得这个民族危险吧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告发 其实我们如果把您的这个作品当中所反映的这些民族的历史 这个中国的现代历史反映到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疫情当中 在这个极端政治正确的清零政策之下 也出现了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形容现在中国在经历的是一种文革2.0 当然您在创作也好 自身经历也好 都曾经经历过那一段 您担不担心现在中国可能会重演一个您过去 曾经经历过或是您在创作当中 曾经涉及的这些文革的历史 现在在中国真实的重新上演呢 是的 当然我现在看这个 因为自媒体这么发达 我觉得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 我也知道 假如说一旦我在网上去有什么发言 那么这种语言的暴力 你这种不是大字报的这种谩骂 不是大字报的大字报吧 就会铺天盖壁的那个什么 那只是说现在好处在于 就是对于人生的这种 就是对你肉食 这个自然人的这种迫害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也不待在国内 但是我知道也有很多的人 他正在经受他们自然人的被迫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悲 中华民族真的是可悲 自己吃了这样大的一个亏 怎么就受到这样大的一次倒退 文革难道不是文明史上的一次倒退吗 然后还要再进 还要用这样的这个互害啊 这种自相残杀的形式 还要来再来一次 我觉得这个我们民族的毛病太大了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 您在创作的时候会很留意听别人的故事 也把自己的故事写进去 您认为身为一个 尤其现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下的作家 究竟更多的是说一个好听的故事 给您的读者听 去提高您的这个审美的价值 还是您认为在中国的作家 面对这样子中国的苦难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个所谓历史使命的存在呢 严格林女士 我觉得这不是either or的 对吧 你可以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讲 这个是很考究的 如果你这个讲的语言不够好的话 光是一个好听的故事 它也不是个文学呀 对吧 文学嘛 总是语言是第一位的 那么就是在 如果这个作家 如果这个作家 happen to have this mission of 这种这种mission的话呢 那种感觉 sense of mission的话呢 我觉得那当然它就会 就会行使这样的一种使命感 我觉得我是一个混杂物 也不是前者 也不是后者 也不是 反正我觉得我是一个都有的 因为我不可能完全没有使命感 像我们这样一代人的话 是看到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对吧 看到是不可能不对 这个在潜意识里面 carry这样的一种sense of mission 您其实在前面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公开信当中 你也特别去强调了 身为一个作家 其实您是有责任说真话的 当然您现在的抉择 我刚刚提到说 在关键时刻 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 因为可能其他人会考虑到 自己的收益 自己这个写作的书 或电影的剧本怎么卖等等 您会呼吁其他在中国的 跟你同样从事创作剧本 或是小说的人 也拿出所谓 中国作家的良心 说更多的真话吗 这种东西 他想不想 有没有这种guts 有没有这种勇气 来这么干的话 不是你能呼吁得出来的 对吧 如果他们 就是打算这样做的话 我不呼吁他们早就也做了 如果他们还没有做到现在的话 那我呼吁也没用 那我就这样吧 反正我觉得我就做 我自己觉得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 如果我不会拿这样的东西来去 这样的标准来要求其他人 那您怎么看跟您曾经合作过的 刚才前面我们谈到了很多这个中国知名的导演 张艺谋 冯小高等等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去批评他们 好像是不是失去了灵魂 失去了这个创作者的灵魂 变成了中共的御用导演 甚至也有各界在疯传或是热议这些导演们他们进来 其实也在面临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乱象和荒诞的情况 他们也选择要认出中国 您怎么看他们的抉择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去选择 他怎样去进行创作的这么一个一种形式吧 有的人非常在乎他的市场和他的观众 他离不开他们 我觉得这也是有两个有情和缘 但是我自己认为一切都不是不能够阻止我做 我已经做的这些事 人各有志 人的性格也各异 所以我觉得就 我不会去批评 或者是去对我的同行去说很贬义的话 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其实严格林女士 我们从我们刚刚前半场的讨论 谈到您个人的当时在疫情爆发 当下在武汉疫情的时候 2020年写出那样的文章 戒谈晚三字满满满 是您个人的一个转折点 到下半场我们谈到中国 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一连串又已经传闹 这个荒谬的这个悲剧 也是一个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我们想继续扣 我想继续扣问的是您这个 还是回到这个抉择两个字 因为刚刚提到了您作品当中 曾经折射出的这个文革的现象 我们去思考的话 其实如果当时在文革发生当下 有更多的人选择 抉择去走一个正确的方向 而不是去参与那种 自相残害的行动的话 中国今天可能就不是这样 很多人认为是这样子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同理可推 今天如果当下有更多人 像您这样做出 比较符合正义良心 或是说真话的抉择的话 未来的中国 这个转折点之后的中国 也可能走上不同的方向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 但是你要知道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地方 人们总是做大多数人去做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他们本身是没有选择的 他们就像挂在一个具体数字后面的零 那个零本身什么也不是 但它挂在一个数字后面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中国人的从众心理 什么的对吧 就是这种 甚至也有一种peer pressure 对吧 就是我的邻居怎么样了 我邻居都有什么了 我必须有 不然我就有压力的 对吧 就不快活 他都不快乐 就是邻居有一件 他没有的一件好东西 这就是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 你不可能要求他去选择 那个极少数人选择的这种道路 他一定会去跟着绝大多数人走 绝大多数人的路 这就是可悲而我们无法改变 我也觉得很无奈的一件事 好的 严哥女士 我们今天难得专访您 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前跟进行当中 都有好多这个网友们的 给您的这个提问跟评论 我再念一个 我们在推特上的网友欧阳瑜 他说 这个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在我们国内 这个您的书 虽然名字没有办法搜寻到任何的结果 搜寻结果 但是您的书还没有进 他说他今天还在这个微信上读您的书呢 然后他说 将一段隐藏的历史 告知读者是一个作家的脊梁 他认为批评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和辱华 这是两件事 那些玻璃心的也必然不是 严哥林女士的读者 要看中国多好的话 你尽管去看新闻联播就好了 不过瘾还可以关注 关注政府的公众号 这是网友 这个欧阳瑜在推特上给您发出的这个 刘的言 另外呢 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 有好多这个网友 给我们严格林女士提出一些问题或是评论 他说 很喜欢严格林女士过去一些作品 反映在美国或是西方社会的华人的生活 或是感情困境 您现在和海外华人群体联系多吗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雄厚 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很高涨 现在的华人群体和您早期反映的华人群体 有没有什么区别 严格林女士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位网友 她是具体的提问 您回应一下好吗 当然是有区别的 但是我89年去美国吧 去我们的这个华人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穷留学生对吧 后来呢就是学而有成以后 当然都慢慢慢慢就开始进入了 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吧 那么现在很多的留学生出来就带了家里很多的钱对吧 然后每个学期都有家里付给他们的生活费和学费 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人他出来是买一个房子的 当然是很不同的 这跟中国的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很有关系嘛 中国人是很会挣钱很勤劳也很会存钱的一个民族吧 所以呢他们有了一点钱你是可以看到他画的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有一片土地然后头顶上有一个屋顶 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在国外也好 在国内也好他们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就是priority 所以房子永远是中国人最最看重的一份财产 好的 严格林女士还有两位网友的提问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我选读一下 您看看能不能都回应他们 第一位她说能否请严格林女士谈一谈 今天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控制 对中国文学界造成的影响 中国文学界曾经在八九十年代 有相当活跃的时期 她现在和中国 您现在 她是想请问您现在和中国国内的作家们 有联系吗 了不了解他们的想法 这是第一位网友的提问 还有一位小灰灰 她说 严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您的作品是描述中国过去时代的一些情况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些 年轻人如何去写作一些关于时代的文章呢 这是网友小灰灰给你的提问 严格林女士 首先跟小灰灰说吧 好啊 因为她对 显然是一位年轻的网友 首先是要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一段近代 是要很感兴趣 一感兴趣你肯定可以找得到很多很多资料来读 然后呢就能够变得比较perspective 比较多的perspective 所以我想因为我写很多故事 比如写三十年代写金灵十三拆的那个当年的南京 对吧也都没有经历 就是要靠读大量的史书嘛 前面那个网友的问题我有点忘掉 她说您现在和中国国内的作家有联系吗 了不了解他们的想法 因为曾经中国文学这八九十年代其实是比较活跃的 但现在受到了一些这个言论思想的控制 对我就觉得这个八九十年代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感觉 是一个梦吧 人之间就是十年一绝 对吧 那个什么梦 然后就是梦醒了以后呢 又回到了这个镇省啊 什么不让提了呀 什么不让提 虽然在这个中国经济非常发展 非常蓬勃发展的那些年 其实电影人还是很苦恼的 常常是为了一个审查 昼夜睡不着觉 然后这个作品给砍的七零八落 你都不知道怎么收拾它 怎么能把它变成一个既能通过 又不牺牲掉自己电影的这个主要的艺术主张的 所以就是一直一直是一个我们的最大的困境 当然现在就越来越就更加的这个严酷 所以我觉得所以另外走一条路吧 就像我当年八九年出来也没有打算再回去 好的还有两位网友的评论 我念念看看啊你有没有想要回应他们 这位网友他说记得几个月前 他又提到那件事了 严女士和周孝正教授的私人对话 得罪了中国让他的作品被打压 连严女士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 都成了党国不欢迎的人 这个国家真是太奇葩了 还有一个网友李楠 他说严格林在中国可以搜索得到 其实好像我试过也在不同的网站上 百度百科还有这个微博上面有不同的 或许他们最近有放松也说不定 这位网友他的反馈是说 严格林现在在中国可以搜索得到 但他的评论是说他认为严女士 你是一位悲情作家 因为长期思考悲情主义 所以对幸福主义感没有感知 即便到了美国一样也是悲情主义者 但是这个世界也需要阳光正面的主义 像是阳光和风雨 您同意这位网友的说法吗 他说您是悲情主义者 严格林女士 也有人说你这个人太理想化了 太无期望了 也有这么说对吧 所以说什么的都有 那就让他们说吧 我觉得这个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好像是对于作家来说 是最最感到窒息的一段时间 我希望这段时间能够过去 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坏到极处就会变好吧 我就只能这样的 但是我想我可以用英文创作 我可以写戏剧 我可以在海外做我的英文的剧本写作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反正此地不留约自有留约处 谈谈您在现在定居德国的一些这个生活点滴和心境 刚刚您说很窒息 让大家可能关注你的网友们会觉得很难过 您现在的心情还有这个写作的情况怎么样 刚刚您也提到说正在创作新的这个新书 跟我们谈谈您的最新作品好吗 严格林女士 看您的心情 对我心情当然每天看到这些坏消息那么多 也都是会坏一下子 今天又听说有那个广州还是哪里 一个楼被封了以后 那个失火了 人跑不出去 有人就从楼上跳下去死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说你听到这样的消息 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 那么你不窒息吗 你难道不为这个民族感到 它被封在里面的那种 把人放在笼子里的那种 那种 你说呢我这种 可以应该说是共感力吧 那种共情感 共情吧 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的 我今天完成了一个长篇小说 然后很快我会进入一个剧本的写作 我觉得对我来讲 一切都还像过去一样 没什么改变 其实您刚刚讲的这个 可能反抗的方式对您 因为身为作家来讲 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写作 而且从写作当中 其实您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的 对 写作是我的疗养所 是我的避难所 所以一旦进入写作了 我觉得什么都不是事了 新书的内容跟我们最后介绍一下 刚刚稍微也提到了 写给您的女儿的 为什么写这样一个题材呢 因为她不看小说 我必须给她写一本 给她看的 对 内容但是也触及到中国的一些 一胎化政策 对吗 对 因为她就是一胎化政策 因为这个一胎化政策 她被抛弃 然后我在孤儿院里看到三个月的她 然后这样我们这个缘分才开始的 所以 但是她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姑娘 还有小姑娘刚生下来就被掐死了 对不对 被扔到马桶 被包披到那个街头 没有人管 可能自己不是饿死了 或者就是热死了 冻死了 都有可能的 对吧 所以我就要告诉 从她这个 她自己这样一条生命线的开始 这条生命线连的这块国土叫什么 叫中国 中国现在发生什么 和过去发生什么 和中国这块土地上 产生了我们这样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是怎么回事的吧 所以我希望她能够融入这个家族 今天真的很难得 专访到严格林女士 那么最后呢 给您一分钟自由的时间 东宁没有专访中提问 向您问到的 最后想经由这个平台 和您在国内的读者 和我们的观众讲的几句话 最后一分钟 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我讲一分钟啊 可以吗 好的 我觉得 我是还是很有定力的一个人吧 我觉得一个人要找到内心的这种定力 实际上呢 很多事情你都会看得更加超越一些 更加的 怎么说 更加的心理平衡一些 我过去在大陆 每年的收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一下子没有收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生活 我说 人可以从一而舍 人说从减而舍是容易的 从舍而简 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觉得也容易啊 对吧 就是所有的 现在随着岁数的这个那个增加 随着这个欲望的减低 那么生活是可以变得 而且在柏林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大湖啊 有很多的森林啊 欧洲又是一个 你坐一个小时飞机就能看到不同的文化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 产生幸福感的 幸福感 好的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严格女生 最后在幸福感当中 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 听我们这段对话 就像读您的书一样 能够受到启发 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来宾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凡东宁 祝您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